新北三重在昨天晚间忽然听到蹦的一声巨响接着一片黑暗 大同南路有一半整个没有电 原来是电缆线掉落引发了走火及停电 事发时间在晚上七点半左右 三重区大同南路168号前电杆上的电缆线垂落走火 消防到场的时候已经没有明显的火势 台电人员抢修后在8点05分恢复宫店 另外板桥及树林部分地区因为树庵变电所溃线断路气跳脱 也导致超过2000户民宅停电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露街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